好兄弟借车不还,我只好送他吃牢饭,我是一名网络小主播,这天我终于靠着自己的双手买到了人生中第一辆汽车,可我还没开呢,好兄弟断坤就找上了我,把你新车拿来借我耍耍,我也没有犹豫,直接就把钥匙给了他,可过了几天,我给他打电话,他就一直不接,因为我们是从大学开始认识的,所以关系是很干净的那种,他不接电话,我也没往不好的地方去想。 这天我正在直播,我和水友们砍大山,说起了这件事,而我的水友们都觉得我让朋友坑了,正当我们讨论激烈的时候,我接到了一个电话, 喂,阿星啊,断坤出车祸了,咱们一块去看看吧。 我俩的对话,直播间的水友也都听到了,顿时我的水友们就讨论了起来,我心想外部的不接电话呢,原来是出事了,为了给水友们见证一下我们的友谊, 兄弟们,你们不是经常嫌我水时长吗?那咱们一块看看我那好兄弟去,说完我便和另外一个朋友来到了医院,只见断坤的头上有些瘀青,腿上也打了石膏,本来他还和女朋友有说有笑,可一见到我,立马来了句, 催催催催,都催到医院来了,我顿时无语住了,而好兄弟断坤还阴阳怪气的说, 有些人呢,慢慢慢慢的就变了,我只不过是前几天借了星载的车,他可倒好,先是一阵夺命连环扣,现在又带着个几个来医院给我施压来了, 还没等我恶心完,断坤他未婚妻也开口了, 一进医院大门,我还没说话,便被这两口子横眉冷对的,我也是服了,我新买的车戒给你开,反过来是我的不适, 而我的直播间这时候也炸开锅了,本来想着带他们见见什么叫有益,这倒好,成下半局了, 哎,事已至此,我今天就是来拿车的,钥匙给我,我自己开去,我现在也算看清断坤是什么人了, 以后也没必要继续打交道了,断坤听我要车钥匙,脸色瞬间慌了,接而说道, 车我会还你,但不是现在,还没等我嘴巴惊到地上,断坤又说我要休息了,你走吧, 真是出可人,审不可人,断坤你特么几个意思,眼见事情就要闹大,我强压心里的怒火, 车钥匙给我,可没想到,一再的忍让,换来的是针鼻子上帘, 我今天就不管你车了,你能拿我怎么着,有本事报警抓我, 说的好像他受了什么委屈一样,而这如此让人气愤的场面, 我的粉丝们也都气得不打一处来,正当我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时, 选择系统触发成功,做主有以下两种选择,选择一,忍气吞声, 毕竟大家都是朋友,闹大了双方都太难看, 选择二,让对方付出应有代价,得以侵占宿主财产, 送他去吃牢饭,我选二,恭喜宿主做出选择,宿主获得以下道具, 价值升级凯一张,情报线索凯一张,彻底完成任务以后, 将会解锁新的奖励,好,既然段坤让我报警, 那我们就走着瞧,完事我便离开了医院,回到了家里, 而我的粉丝们这时也都在纷纷安慰我,可是我已经没有心思继续直播, 草草聊了几句,便下了直播,对了我不是得到了一张情报线索卡吗, 激活一下试试,欢迎宿主使用情报线索卡, 五分钟内,您将获得此次任务的相关线索, 没过一会,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来信, 对了阿星,听说段坤这次车祸是因为酒驾,你懂我意思吧, 你可真行啊,借我车开还酒驾, 我刚刚问了下和段坤喝酒的人,他说你的车已经撞得不成样子了, 而且酒驾是不能走保险的, 所以段坤直接把你的车转手当费铁卖了, 行,真特么行啊,我正在弃头之时, 我又收到了一个人的消息, 你是和段坤闹掰了吗,他怎么群发消息诋毁你啊, 底下还附带了诋毁我的截图, 我跟你说啊,前几天我借新载的车开了几天, 本来说好了过两天还他, 结果一个进的催弄得我都车祸住院了, 他居然还来一万催,不就是十几万的车吗,至于吗, 行,酒驾,未经允许又把我车卖了, 现在又开始诋毁我, 行,你等着吃劳饭吧, 恭喜宿主激活价值升值卡, 我想起来了, 我这车不是十几万而是三百万, 接上级我使用了价值升值卡, 所以我的车从十几万变成了三百万, 我靠着刚刚所掌握的线索立马来到警局, 鼠鼠同志五天前我把自己新买的车借给了朋友, 而现在他拒绝还车因为我是一个主播, 所以当时他拒绝还车的录像我这里也有, 而且我手里有他酒驾和未经允许将我车子卖了的证据, 孙警官看着我这一连串的证据, 脸上微微浮现出一丝惊讶, 黄警官, 你们去把这个段坤带回来了解一下情况, 鼠鼠们也不拖泥带水, 随即便来到了医院病房, 你好, 我是探员黄警官, 今天接到阿星先生的报案, 你涉嫌恶意侵占他人财产, 金额巨大, 而且涉嫌酒驾, 请跟我们走一趟, 本来还和母亲说笑的段坤, 一下子压麻呆住了, 段坤虽然是个无赖, 但他不傻, 同志, 我受伤了, 腿不能动, 没事, 有轮椅, 回到警局后, 段坤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贵, 随即段坤便被关到了小黑屋, 妈妈, 救我, 接收到指令的段坤, 也开始了撒欢那一套, 新宰这个挨千刀的, 这不是故意害我们吗, 这么贵的车, 他肯定是故意借给我们开的, 他就是为了害我儿子, 各位同志, 你们可要为我孩子做主啊, 赶紧把这个恶毒的小鬼抓起来啊, 就在这时, 段坤的父亲带着个律师来到了派出所, 在这之前, 段坤一家也都是村里的平头老百姓, 哪里想到自己会涉及三百万的案子, 张律师了解完情况以后说道, 你们最好可以和申请人合点, 这样段坤才不至于被送上审判法明, 而这也是最好的方式了, 好, 我们申请调解, 我在报案后并没有离开警局, 听到对方要和我进行调解, 我的第一反应是该不接受, 可孙叔叔说, 阿星先生, 这是必要程序, 我也只好无奈的点头接受, 来到调解室后, 一进来, 段坤他妈直接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, 阿星先生, 我是当事人段坤先生的律师, 我姓张, 这二位是当事人段坤先生的父母, 你个小屁崽子, 我跟你没完, 这么脸个人, 怎么这么恶毒, 我家段坤招你惹你了, 这么陷害我们, 你不知道我家儿子快结婚了, 你现在告我们, 是要弄得我们家不人亡吗, 混蛋小子, 我跟你没完, 眼见对方骂泪了, 我便和叔叔说, 叔叔同志, 在调解过程中, 我是不是可以随时离开, 可以, 你作为当事人, 有这种权利, 只要你认为没有调解下去的必要, 可以随时终止, 我觉得已经完全没必要了, 其实本来我就没打算调解, 我虽然时间多, 但我也不想在这一家身上浪费时间, 见我要离开, 段坤的父亲立马来了去, 阿星, 这次是我们错了, 我知道对你来说, 最重要的就是赔偿问题吧, 我们现在坐下来聊聊, 关于赔偿的事吧, 终于有个拎得轻的了, 既然如此, 我就听听你们想怎么赔, 据我了解, 这个三百多万的车一落地啊, 它就贬值了, 你的这个三百万也就值一百多万了, 车子买以后啊, 它就有那个折旧费, 虽然你那车是三百多万买的, 但是我们肯定是不能按三百万赔给你的, 听到这话, 我差点被气笑了, 刚买的车一天没开, 全是你儿子开的, 就折了一半的价钱, 而且我也没有卖的打算, 哪来的折旧费呢, 我对段坤的父亲有些无语, 段叔, 你说你的脑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, 你们是来向我和解的, 换句话说, 就是来求我的, 你们就拿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求我, 见状对方的张律师虽有些无奈, 但也站了出来, 阿星先生, 我为刚刚断付的话向您道歉, 做父母的, 难免会关心择乱, 张律师又整理了下思路, 我记得阿星先生和我的当事人段坤先生是好朋友对吧, 呵呵, 什么好朋友, 人家拿我当傻子, 上集, 张律师见我要走, 立马跟我打赶琴牌, 我确实当段坤是好朋友, 不然为什么我花三百万买的车, 一次没开就借给他了, 可段坤呢, 事发以后, 刚见面就对我冷嘲热讽, 还将他出车祸的问题怪罪到我身上, 人家当我是傻子, 你觉得我还能认他这个朋友吗, 而且报警也不是我的本意, 而是段坤自己要求的, 现在我只是照做了而已, 听到这, 张律师面露难色, 他也不知该如何继续解释, 这时候段母却说, 你放屁, 你有证据吗, 在我看来, 现在对方是想要我和解, 即使我有证据, 也没有必要, 向对方提供, 数数同志, 我还是刚才的意思, 我拒绝接受和解, 直接走法律程序吧, 没问题, 这是您的权利, 张律师, 我们该怎么办了, 这孙子还刚刚明明是在诽谤, 话都没说完, 居然赶走, 张律师愣了愣, 因为我提供的证据链非常充足, 即使走上法庭, 段坤一家的胜算也非常低, 哎, 你们准备准备, 把房子买来吧, 段坤两口子瞬间面露难色, 可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 回到家后, 我赶紧打开直播, 和关心我的粉丝们说一下事情的进展, 忽然, 我收到了段坤给我发的短信, 星仔, 我知道错了, 这些天我一直在筹钱, 但实在是有些难, 经过这几天, 我才知道我有多么不适合东西, 我知道错了, 请你原谅我好吗? 看到这些消息, 我不懈的笑了笑, 现在摊上官司知道错了, 我永远忘不了我操心操背对的人, 当时的眼神直接拉黑, 谁说道歉了就得原谅, 道歉有用, 要警察干什么, 突然我又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, 阿星, 你要明白, 我进去坐牢也不可能做一辈子, 你考虑好后果了吗? 好家伙, 这是破罐子破摔了, 很快, 时间来到了开情日, 对方的张律师已经放弃了对段坤的无罪辩护, 而是以缩短刑期为目的, 我的当事人不然有主, 但是他现在才儿子无随, 而且他已经充分人事达到自己的错误, 只见段坤已经没了之前的朝气, 灰头土脸的装扮自然是张律师的受益, 他们希望以这种姿态能够得到法官的同情, 因为法官的孩子也二十岁出头, 而且对他特别溺爱, 忽然我注意到段坤似乎带着一个冷笑的表情对着我, 就这眼神他后悔个屁, 我不同意被告律师的辩护, 首先, 我并不认为被告人段坤有任何悔改之意, 我们这里有一份新的证据, 这一份视频是段坤的未婚妻在网络上发布的一份颠倒是非的视频, 他以受害者的角度对我的当事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网报, 所以我方并不认为被告人段坤有悔改之意, 而对方的张律师也很机灵, 这件事我方当事人并不知己, 可能是段坤先生的妻子来附星鞋, 才夺取了这么不理智的行为, 我方还有新的证据, 开庭前阿兴先生曾收到一条威胁短信, 内容如下, 阿兴你要明白, 我进去坐牢也不可能做一辈子, 你考虑好后果了吗? 这时段坤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, 反正段坤并不能确定是我方当事人罚同的, 这倒没错, 这条短信并不是段坤自己的号码, 而是那种网络手机号, 可是相信大家心中也有判断, 这条短信究竟是不是特发的, 不过通过这两条新的证据, 段坤想要打赶琴牌的计划还是落空了, 法官大人我还有证据, 这份视频是开庭时段坤对我所露出的怨毒之色, 而这也恰恰说明段坤并无悔恨之意, 而且他还有些得意, 现在休庭, 十分钟后将给予最后审判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